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年将至 我们南下广州 希望探寻在传闻深埋着龙脉故事的土地上 在南越龙王墓里 两千多年前的人们是如何描绘我们共同想象过的龙 穿过网木狭窄的廊道 仿佛穿过历史的长河 顶南文明的先生在这里绕开所有句点 他们助力在此 等待每位拜访者与他们的惊叹 在中国古代传统堪仪学的视角下 岳秀山的山川走向所标志的气脉被称为龙脉 秦始皇曾经说 南海有五色气 南越国就是在这里建国 藏风蓄水 大富大贵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南越王博物院展出的出土文物 虎头金钩扣龙形玉配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配等等 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成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时代 也记载了生活在龙脉上的人们对被守护者的理解与雕刻 金钩扣玉龙 出土于墓主人的右肩上 整体由一条轻易雕刻的玉龙和一个精致的虎头代钩组合而成 玉龙长身回转 精巧圆绒 金代钩 手尾接成虎头状 通体光洁 虎口的套裙 恰好套住玉龙的折断处 形成一幅猛虎试咬巨龙 龙虎争斗的生动图像 龙虎相斗 恰似陈与史华雅的角色原型关系 金玉相合 相辅相成 这样将古代文化融入游戏设计并不是第一次 云鸾波涛 千里枯鹿 争骨一生千军洞 去把黄沙灌铁银 在本次与南远王博物院的联动中 龙银虎笑 极光凤语 想象四溢 流转其间 以留白且生动的纹理为灵感来源 以兼具浪漫与豪迈的气韵为美学宗旨 这些凝结的历史碎片 与明日方舟的元素融合 在龙年的气氛中再次延展 更古明星 考古学家开决出的气物 扬磨出他们呼吸的韵律 沉睡的巨龙仿佛睁开了双眸 向博士们恭贺贾成龙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